现在的时间6月13号早上7点钟 各位投资朋友早上好 我们看到上周五整体的欧美市场是重挫 什么原因其实投资者都知道 因为5月份美国的CPI数据再次创出了40年来的新高 所以说今天的A股市场会不会有波动 会有波动 一定是情绪方面的波动 我们先看一下上周五晚间欧美市场的表现 道琼斯指数下跌2.73% 纳萨克指数下跌3.52% 同时标牌指数大跌2.91% 英国德国法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回到我们的A股市场上 我们在前期重点强调 本轮的第一点是从3731点以来的下跌 又调整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也重点强调2022年的年内第一点就是2863点 所以说这个位置不会被轻易的跌破 同时2863减就类似于2646点 2440点包括998以及我们在前期强调过1846点等等的 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低点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其实我们在前期也强调过 如果说从这个低点2863点反弹的 重要的拐点的时间节点就是8月的15号附近 类似于2016年一定要仔细看一下 我们在前期也强调过2638点我们就当成2863点对吧 好整体市场走完了一个大级别的波段 那么好2863点这个时间就是在8月15号附近 讲得非常清晰了 其实对于目前而言我们都要知道 从这个高点3708点单边性下跌的2863点好 我们从低上拉到3708点 我们发现正好是反弹到3708点下跌以来多少50% 什么意思呢 从高到低下跌好再从低反弹到整体下跌的50% 那么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我们在前期也强调 那么二浪的回撤会不会来临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一浪上行二浪回撤 然后再是一个三四五对吧 形成一个反弹高点刚才我们也强调是在8月的15号 所以说从操作上其实我们在近期强调4月份 我们并不建议是一个快速杀跌过程之中的隔肉卖出 反而在这个阶段是建议逐步的高抛 为什么回到了4月份的高点附近 不亏钱的 微转的该出就出 因为机构就是在这个位置调仓换股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强调的是什么 要把股票转移到一些低位低估值的这样的品种 以防万一有一个二浪回撤 这一点透露要非常清楚 当然其实在昨天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可能很多透露没有留意 什么没有留意呢 如果说我们回到这个位置2020年 还记得吗 在整体的由于疫情的干扰 整个市场其实恐慌性加大 对吧 好刚才我们其实也回顾了一下 道琼斯指数整体形成一个大幅的下跌 下跌了800多个点 那么为什么会下跌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 是由于美国CPN的数据达到了8.6%的历史性高位 那么产生市场的震动 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2020年当时 其实出台了很多的一些政策性的利好 一定要仔细听啊 就是在出现这些恐慌性杀低的时候 有政策的对冲 对不对啊 尤其在4月份下跌的时候 其实也相应的有一些政策对冲 比如说降准 对不对啊 好了 5月份更是这样 政策连续的对冲出台 那么好 我们发现周末的消息是平静的 一定要听清楚啊 消息面是静默期 也就是没有政策的对冲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不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 一定要子一听啊 我讲的这个很关键 就是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所以说如果说市场形成震荡 反而我认为是一个进场点 或者说是一个低息点 所以说从结论上 我仍然认为我们的内部 也就是整体的经济的大环境 要好于欧美市场 对不对 欧洲在7月份也要再次进行一个加息 那么我们这边稳增长的政策 是稳步进行着 企业也是逐渐的复工复产 我认为整体对于A股市场而言 短暂的情绪波动 不改中期的上升趋势 稳步进行的 两个月 中遠 颤 呃